这是非洲最后一个以猴子为食的部落 依靠一把破伤风之刃横行草原 不到猎物直接放在火堆上 真正做到了连根毛都不会剩下 距离上次吃肉还是在上次 不等食物烤熟就迫不及待大块朵頤 主打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原汁原味 然而这一丁点食物 根本不能满足哈扎比部落众人的需求 很快就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不得不继续出发寻找猎物 这一次把目光放在了沸沸身上 作为感同花豹叫板的存在 沸沸在这片区域几乎没有天敌 前行八公里后 他们在山下发现了一种浆果 正是沸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 由此就可以断定附近必有沸沸出梦 继续向上攀爬 到达山顶后前方是一片悬崖峭壁 本以为山穷水尽 然而却在附近发现了沸沸排出的浆果 黑子哥表示晚上他们就会来此过夜 现在必须抓紧时间准备一些建设 制作材料随处可见 将砍下的树枝初步加工留带备用 随即又在附近寻找小灵石 在这棵大树当中 有着一种不为人知的无刺风 所酿造的蜂蜜形似晶莹的琥珀 无论卖相还是口感全都无可挑剔 唯一的缺点就是数量太少 而且可遇不可求 沸沸要到天黑才会归来 众人决定先回部落 路上来点山泉水补充电解质 一天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 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头沸沸在喝水 回到部落顾不上休息 将刚才收集的树枝放在火上加热使其软化 再用一副铁纸铜牙继续调整 直至变得完全笔直才算大功告成 最后装上剑鱼和箭头 以致令沸沸闻风丧胆的破伤风之刃就此诞生 部落中的女性早早开始为男人准备晚餐 也为今晚将要通宵达旦 在山顶埋伏沸沸群 这也是部落中仅存的一些食物 看着众人吃得满嘴流油 把一旁的大黄蝉的白爪挠心 但却并没有多余的食物可以给他 成败就看今晚能否遇到沸沸 再次来到山顶已经是凌晨时分 为了提高命重力 甚至还找到了一些石块被用 半小时候沸沸群如愿而至 等到沸沸彻底放松警惕 啪扎比人开始出手 随着雨点般的石块划过夜空 第一波沸沸被成功击退 当众人摸黑搜寻300米后 终于在山崖下发现了第一头沸沸 由于他们是群居动物 其他沸沸很可能会返回寻找同伴 为了安全起见 众人决定暂时退回到山顶 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料 沸沸群果然前来复仇 却没想到被黑子哥在50米开外一见命中 剑法简直太过匪夷所思 虽然已经命中猎物 但晚上不适合继续去搜索 次日一早众人下山寻找沸沸 根据沿途的蛛丝马迹一路追踪 很快找到了散落在地上的箭矢 继续搜寻五公里后 终于发现了猎物的踪迹 所谓困兽游斗 即便富商也把大黄咬了一口 此行的收获足够部落众人补充蛋白质 哈扎比部落数千年来一直以游猎为生 虽然偶尔会饿肚子 却没有精神压力 如果换作是你 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谢谢大家